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乌战士踏入第十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外晚视频讲话中 点名乌军处境三面受敌 俄军虽未有重大推进 但从北部 东部和南部向乌军施压 东部战线上两军当前在对涅茨克 巴赫木特地区展开激烈争夺 乌军前线部署国产新型暴风雨 220毫米多管火箭炮 对俄军供给线指挥点及弹药舱 实施重点打击 暴雨严寒天气增加战场变数 乌军坦克机动虽未受路况阻碍 但顿巴斯前线的乌军战壕变为泥泞沟渠 士兵推进举步维艰 乌军方面否认丧失土地 而据支援巴赫木特的战地医生描述 战场伤亡惨重 每300名送来的乌军伤兵中就有200人最终救治无效死亡 而南部俄控赫尔松地区 俄军继续由蒂涅伯河左岸隔阂抛击乌军 并修造防御攻势 另据乌方侦测 俄方正调派国民警卫队进驻当地 这批军队并非用于执行前线作战或增援防线 而旨在巩固俄控地区执法警戒力量 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预测 俄军在当地由转攻为首之势 以防被乌军反扑 西方分析认为 尽管寒冬来临给俄乌两军重整时机 但俄军新兵仓促动员缺乏持久备战经验 且预寒物资等后勤补给困难 料将更利于乌军本土作战 外界关注乌军会否在年底前大举反攻 奉会是综合报道